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估计分工联不断的延伸和深化 那么这条分工联不断容纳了像德国日本这样活力四射的国家 也在尽力的容纳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拥有庞大而低效资源的国家 这些国家在盘活了自己本来费而不用的资源的同时 也带来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的巨大的调整成本的问题 从目前来说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全球化的前途主要是在中国和美国的两国的手中 虽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错口市场 是中国高科技信息和知识的最主要的来源 是中国高级科技人才的主要的培养场所 是中国外汇顺差的主要提供者 但中国却和美国明确宣布的敌人 例如伊朗 北朝鲜和魏内威拉是最亲密的朋友 七年以前获得海内外一直赞扬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在七年后的今天已经变得很清楚 这份决定已经变为一纸空文 那到底是一场骗局呢 还是改革派的失败呢 历史最终会给出答案 我今天不知道 但是严酷的现实是 关于国营企业的改革 关于要素市场的发育 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已经被各种底线论 不进民退论 产业政策论等等完全架空 中国已经毫不掩饰 要公开建设一个党国体制 党要领导一线 党的最高领袖就是国家最高领袖 通过修宪已经没有任期的任何限制 党代表会进驻一切机构和企业 直接领导 不要说国有企业 即使民企都是党的工具 最终听从党的指挥 像华为这样的企业 坚称自己是独立的民企 只能是欺骗无知的人 这也就 这种做法就是党国体制 去指挥所有的企业 包括民企 这又大大增加了所有民企 在国际上经商的难度 在党国体制之下 中国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初衷为初衷 就这个国家要以党的初衷为初衷 要重回共产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原来是为了救党 为了使得党能千秋万代的统治下去 这跟很多改革派的初衷是完全不同的 中共不但在国内挑明了自己最终的意识形态 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而且不愿意和全球分享规模爆出地增带来的争议 坚持要搞产业政策 以发展权为理由 要求有权重复以前的错误 环保啊 重商主义啊 因为你们以前搞过 所以我现在也有权搞 完全不知道整个一个国际新秩序 所要求追求的目标 完全不管 就是说你们一百年以前搞过 所以我现在也要搞 信息壁垒 阻止分享有全球后果的信息 一心弯道超车 无视别国的调整成本 低标准加入WTO以后 不再推动市场化改革甚至倒退 抱怨现行国际秩序对自己不公 却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永远以发展中国家自居 但是政府的举措铺张豪华 你看每次要开那个国际会议 这个中国的铺张浪费 那是不得了的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另外呢就是以大国自居 中国永远自称是大国 这是空前未有的 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场合 即使对小国讲话的时候 也是说大国怎么怎么的 以大国自居 在所有外交场合 这个是明明要是争夺 对世界全球化的模式的 推定权和领导权 这个也是以后也变成效法的 一个国家自称是大国 我觉得中共已经很公开的向美国 自由民主的立国底线发作挑战了 那么严峻的问题是 中国是继续让中共利用WTO的框架 利用费对等的开放 利用自己的巨大的市场作为优儿 以便继续拒绝开改革 但有选择性的开放 对吧 就是说我不改 但是我开放 那么然后用这个市场来交换 我刚刚提到的各种特权 迫使自己的敌手 出于商业利益和短期利益 继续撞打中共 使得中共最终能够胜出 阻挡世界 这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那么中共已经为此做好了 非常充足的准备 国内的舆论已经被严格的管控起来 不同意见的争论受到强力的压制 党在前三十年的各种错误和失败 被掩盖起来 大饥荒至今还被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连文革这场共产党自己一度承认的浩劫 也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 被美化为一场坚信的探索 中国明显拒绝对自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做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 两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显然是极不同的 那么对全球化的终极目标 显然也是有根本的分歧的 现在已经到了图穷而匕首见 无法在家隐晦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 和WTO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本来给中国15年时间 希望中国彻底完成市场化的改革 主要的标志就是 看中国要素市场能不能发育和完善 可是中国一边拒绝完成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一边利用自己巨大市场 推行排外 而又得到国家高度津贴的产业政策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 一旦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世界各国更加无法是中国放弃 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和中国这种中央计划经济 和某些市场经济成分混合的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那么奥巴马的本来是准备成立 TPP和TTIP 联合东亚和欧洲 以更高的标准令其炉灶 是在WTO的框架下是允许的 因为WTO就是 各国家都应该参与全球化 不主张成立这个独立于全球框架之外的 区域性的组织 除非这个地区性的区域组织 说我们不能等有些国家那么低的标准 我们以更高的开放自由这个标准 成立地区组织 可不可以 那么WTO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是这位先行者 先做这个先以更高的标准 那么本来美国是准备 奥巴马本来是这样做 但是克雷顿夫人 这位民主党内定的接班人 在竞选中正式宣布 他不再支持那个TPP 那么川普之争以后 改用对等原则 对等原则也是符合 TBP和 不是符合那个Gantt和那个WTO的 因为他 中国后来把它议成互惠 互惠呢 就是好比说做这个生意 我拿到一分钱 对方拿到九毛九分钱 这也是互惠 因为本来我这个一分钱是赚不到的 对等就不一样 对等就是说 这个利润竟然是 一块钱 那么我们应该是 就是差不多是应该 至少是一样的 这个当然也不是对等的 最基本的 这个 这个 他的那个解释 对等是主要是说 我的开放度 应该跟你的开放度是相等的 如果你不对我开放 那么我也不对你开放 这是对等的原则 那么川普那个执政以后呢 就把这个对等原则 重新拿出来 那么用对等原则来进行脱钩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到 中国在很多领域当中 它都是早就跟美国是脱钩的 但是同时又利用美国 这个几乎是全方位的开放 所以好比说中国在美国有很多的电台 出版社 对吧 这种东西 发行社 那么它是利用美国的所谓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这一条 那么美国是开放的 但是中国自己在这一方是完全不开放 所以中国可以在美国出版东西 设立电台 什么广播什么的 那么美国在中国不能这样做 那么美国我觉得今后会仔细的检讨 中国在每一个领域当中的开放度 然后会去模仿 就是中国这种同等的开放度 但是毕竟我刚刚讲 就是中美之间的商业利益 确实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如果要完全脱钩的话 可以说是杀了一些自省八百 对自己也要做出很多的牺牲 那么特别是美国各个阶层之间 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有不同 特别是中西部的制造业的工人 当然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流到 美国 但是全部回流是不现实的 所以这些地区的劳工阶层 可能会继续比较困难 那么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代表华尔街利益的这一个阶层 当然是获利大大获利的 所以以后还会有各个阶层之间 对中国到底应该怎么脱钩 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自己认为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 降低脱钩的成本 提高脱钩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盟友的说服力 以及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 美国会主动发起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辩论 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关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是非 早已有定论 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早已凑不可闻 已经沉淀在人类的意识之中 金户会和苏联东欧的中央计划 经济体制的试验的失败 也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本身也是因为看到这种失败 而转向改革开放 并口头上接受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企图使中央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阻碍要助市场发育 以便通过政府直接的配置资源 这种做法继续存在下去 我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失败错误 那么美国已经推出脱钩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提高关税 提高关税就是使得在中国设厂 或者是去做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 反销美国的这些企业成本大大提高 那么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会返回美国设厂 或者转移到第三国 例如越南 印度等 那也都有大量的人力 以及有庞大的资源 那么国会可以通过立法 就是禁止高科技和军民两用产品 对中国的输出 这个现在是执行的越来越厉害 另外是限制对中国高级人才的培养 特别是如果查出了这个高级人才 它具有军方的背景的话 就立即驱逐出境 那么另外限制中国收购美国的企业 规范中国企业到美国股市上市的会计要求 这个现在也在执行当中 估计会有一些的所谓中资企业会退市 另外美国也在设想改组G7 把它变成G11或者G12 你可以看到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了40年 但从来没有受到邀请去参加G7或者是G12 这里面已经说明问题 那么我再查一句 就是说苏联继续东欧盟国 对国际分工和贸易会带来巨大争议 其实是认同的 这比中国当时认识还前进了一步 因为中国当时完全相信资历更深 闭关锁国 连金货会 后来中国也是选择 只是作为一个观察员 那么后来跟苏联闹翻以后也就退出 所以中国的意识 当时对经济的认识程度 还落后于苏联和东欧 但是苏联和东欧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不是说他们也主张国际分工和贸易 而是他们对贸易和分工带来的争议的 如何去穷尽 他们的认识是致命的 有一个致命的错误 其实是离开市场机制的 这个今天很难展开 但是我就讲 就是金货会后来之所以 就是失败了 因为它是没有市场机制的 也就是没有微观基础的 也就是它没有民营企业的 而且民营企业它不是受党的领导 而是受这个市场价格信号的指挥 从那个商业利益的出发 来决定自己应该生产什么东西 或者应该退出这个领域还怎么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本来是市场完成的配置 和分工的任务 那么在苏联这个模式之下 只能通过国家这个层面 那么国家这个层面 又是不知道各个企业的 真正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所以最后只能是用 苏联老大哥的身份 去强制着的命令 各个卫星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那么各个卫星国又不服 所以这里面就阻力重重 也没有效率 也不能够向美国 那个为首的那个GAT里面 就是那些发达国家 有那个巨大的创新的这个活力 对吧 苏联就表示错 一直是停止不前 那么最后是当然是失败了 那么那么就是里面就说明 就是说市场经济的要害 是要素市场 就是要素市场它是真正能够配置资源的 而中国这一步呢没有完成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欧美日三方都已经正式拒绝 两点 中国在WTO当中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就暗含着什么呢 暗含着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市场经济 所以这三方以后可以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加税 因为你是非市场经济 那么你的产品是受到国家的操纵 受到补贴 受到扭曲 所以呢 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市场经济 以及市场经济当中的自由的民营企业 我们就要对你的产品进行加税 所以这个加税的问题就变成一个 从美国要延伸到欧洲和日本 而且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二 拒绝中国在WTO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因为人家看在眼里边 你那个航空母舰 什么那个各种军舰 像下饺子一样的地下 对吧 然后你要做那个一带一路 就做一带一路 然后呢又说 然后就跑到那个WTO里面来说 我是发展中国家 我要得到各种优惠 对吧 各种那个发展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对这部发展国家的 一直有一个就是网看一面的 就是免税啊 或者低税的这个政策 中国一直要求 那个人家这样做 那么现在这个三方 已经正式拒绝 就是中国 你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不管你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 对吧 但是你不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呢 中国对本国市场化改革的迟疑和倒退 八大国家 已经不清楚 中国到底是否认同良性的世界 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目标 对吧 那么既然你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一个国家 我就不知道 就是每次跟你讨论 你说我不是 我不是 我也不要争夺国家世界领导权 我那还是一个发展国家 我是有很多的贫困 对吧 那么人家告诉你 那么你要解决这个贫困的 那么你应该把国内的问题先搞清楚 要改革先搞好 解决那个农民工问题啊 户口问题啊 农村的那个贫困问题啊 我就不要听 我就要搞我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 或者国家社会主义都要录 对吧 那个所以呢 这个当然 那么从中国公开的声明来说呢 它是 它说 我无意抢夺世界领导权 无意颠覆 使自己成为最大会议者的 现行国际秩序 而且基于搞中央计划经济失败的教训 以党的庄严决议 公开承诺 市场机制应该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的机制 并且呢 继续决心 要推动经济全球化 而且还要变成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棋手 对吧 因为英国先是第一个棋手 后来美国是一个棋手 因为美国现在好像 中国的眼观看起来是 你不想当了 那么我来当这个棋手 那么既然如此 作为良性经济化 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应该拿出百倍的勇气和诚意 以最高的紧迫性 带头在自己巨大的市场上 首先实行良性全球化的一项必要条件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搞森林 就是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因为现在美子 当然八大国家已经相当接近这个目标 他们那个关税的 关税力已经很低了 像欧盟那个范围之内 连那个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了 对吧 就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了 所以呢 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正式的宣布 这个森林政策 那么中国如果要成为新一轮 全球化的这个棋手的话 那么中国应该拿出这个诚意 来做这个事儿 而且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 你实际上会有以下的好处 就是说第一呢 就是说使得那个良性全球化 获得一个新的动力 对吧 然后第二呢 跟欧美日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的目标 是高度一致的 那么你就跟欧美日不会再有一个冲突 而且呢 你自动化解了那个产业政策 因为产业政策是一定需要高关税 高壁垒 高补助 才能够成功的 如果没有这些壁垒的话 那么产业政策 它是搞不起来的 但是如果你是宣布那个森林政策的话 那么随便就放弃了这个产业政策 那么第三呢 也是钟荣基的一个当时的加入WTO的一个说法 他说借助世界经济的强大外力 可以大大加速中国本身的市场化改革 因为本贵已经没有什么动力 要进一步去改革 因为觉得这个是利用世界多好啊 利用这个机会 那么我自己来说呢 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加速那个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的话 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经济的活力 特别是有助于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和就业和那个持续的脱贫 而不是这个现在是我们知道现在都是发钱 然后让那个贫困户那个脱贫 这个是等于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行为嘛 你真正要使得他们那个脱贫 当然是使他们能够在成熟化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 那么然后有一个逐渐提高的收入 那么我自己认为呢 就是说随着那第四点 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 世界对中国的信赖会随着增加 因为你老是要建立一个独立世界的一个工业体系 对吧 而且以此为好 那么全世界是说你要干什么呢 对吧 人家对你的差异和敌视就会很大嘛 但是你这个一个体系像美国这个体系 它是完全融入这个世界的 对吧 好比说小小的荷兰它就可以制约美国 因为光刻技现在在这个荷兰生产 美国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所以就说如果你是一个和平的 你是对世界是真想要融入进去的 那你为什么老是要说我要建立一个 不依赖世界各国的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 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工业体系呢 对吧 这也很奇怪 而且这样做的话 实际上你就把那个规模报酬低生的争议 完全留给自己 你不愿意跟那个中小国家去分享 对吧 那么第五呢 中国只有失去 中国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 失去的只是随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道路 而这已经被反复的证明 以中国的体量和能量 这只会加剧世界的对立 抖向冲突 而实行森林之后 中国得到的 这样子使得世界 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争议 能够充分的实现 不但能源源不断的造福于中国的民众 而且使之避免脱钩孤立的这个状态 而且给那个世界 特别是中小国家 也带来这个分享那个争议的那个机会 这一定会出示 世界的持久的和平和繁荣 这个呢也是 中国一直得说的 他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上 这个亚非浪的那些贫困国家 那么随便开放自己的市场 就是分享自己的 这个所谓全球化带来的争议 特别是对跟这些国家分享 而且这不是说恩赐 而是通过分工当中 那么这些国家能够成为一个 一个有效的参与者 来获得自己的那份争议 这是一个对着持续的一个繁荣 那么最后我就已经超时了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呢 主要掌握在中美两国手中 全球化呢 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以见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中国 并且抓住这次历史服役的机会 拿出勇气和实际行动 以森林为目标 全力阻止经济全球化的蜕变和倒退 那么避免世界再次蜕变为两个阵营 三个世界的局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